每次跨年登台开唱 加上道具跟服装都是洗精焦点 但最近却被周刊报似乎已退烧 姐姐有话要说 谢金燕在IG现实动态直言 有新闻时说姐姐蹭热度 没新闻时说姐退烧 这怎么回事 甚至巴基表示 如果跨年不听 练武功跟谢金燕这些歌曲还叫跨年吗 谢金燕每次跨年 避唱这些经典歌曲 网络留言一出 不只粉碎今年元旦 曾说是该考虑 如果没有新歌 就不要再唱跨年的传言 也霸气回应之前 有网友留言 每年都听一样的歌 管种会逆的言论 粉丝也力挺表示 跨年就是要听姐姐唱这些歌 谢金燕跟约定 今年就唱练武功 姐姐吞口罩 没唱的话 姐姐倒过来写 紧格热舞 电影女神不是叫假的 这位谢金燕直接反击部分酸民 却也在天文中难得提起霸凌 表示有些网络言论 会让默默努力生活的人 失去信心跟动力 不要杜撰别人的好与坏 成与败 每天都要用满满的爱 正向去看这个世界 自信又温暖的回应 再度全粉无数 记者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